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已经跌破27000点 那么今天澳洲开盘股市是表现还是不错的 没有跌幅太多 目前报价是6800点附近徘徊 那么相比于美元的上涨的非美货币 也是在大幅下跌 目前澳币是0.6840附近 那么其他欧元已经创出历史新低 近期的一个新低是在1.1070附近 那么英镑也是持续的一个下跌的状态 所以说整个金融市场受到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表现的还是比较直接的 另外比特币的价格也是昨天突破了1万美金的整数关口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回顾一下 昨天美联储讲话之后 为什么金融市场如此表现 以及之后对我们的哪些金融投资 会产生到如何的一个影响 昨天在4点钟的时候 美国是宣布了降息 降息幅度是25个基点 那么降完息之后 正常来讲的话 股市应该是大幅上涨的 但是相反美国股市是下跌1.4%左右 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是因为美联储在讲话的时候 是表达出来之后可能不再继续降息 或者是甚至有可能不排除加息的可能性 那么这样的言论一出来之后 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慌 但是美联储主席进一步在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态度 那就是以维护经济稳定为主 那么什么是这个维护金融经济稳定呢 那么就是在降息的同时不提高过高的资产价格泡沫 为了预防泡沫的产生 美联储不得已再次进行了一个非鸽派的一个讲话 那么非鸽派的讲话就导致了股票 昨天的一个下跌的情况表现 很简单 因为现在的美国的指数价格很高 不是很低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是给市场释放了会连续降息的一个信号 那么大量的热钱会涌入股市 因此在实业这种第一级第二级的一个资本领域 或者是实体经济领域 那么资金就会大量被抽走 抽到金融领域 那么美国虽然一向是以金融领域为主导 但是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 金融也没有办法一致独秀 所以说美联储现在的一个抉择可谓是两难之境 那么为了把一碗水端平 美联储做出了既降息又发表言论 做一个市场预期的平衡 所以市场上对美国的股票的反应不是特别大 因为如果昨天不降息的话 那么美国股市会跌幅至少超过4%到5%的一个水平 但是昨天美国下跌只是1%点几 因此美联储的主要意图还是挤兑目前资本市场上具有的一些泡沫 给大家提一个醒 之后美国依旧是保持正常的一个经济的运行 那么在过去几个月美国经济数据也是表现得非常好 包括非农就业指标还有CPI等数据 包括通胀率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我们相信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美国的经济还是一如既往的 在降息的环境下表现不错 那么因此股市依旧是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里 慢慢的去发展 任何国家的股票也不可能一路上涨 但是最近几个月的时间 欧美股市包括澳洲股市连续上涨的时间太长了 涨幅也非常高 连续创出历史新高 所以说有一个美联储出来干预的正常的一个回调 我认为是非常合理和正常的 那么相比于我们在澳洲来讲的话 股票投资上是可以做出一定的调整 那么就是把之前比较激进的一些科技股 那么进行一个缩减 进而呢转为更多的是一个防御类的板块 比方说它的业务在澳洲比较稳定 比方说不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研发领域 或者不会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在同一个行业里面 这样的公司呢 整体来讲它的利润呢 在未来的一个大环境的降息周期里面 还会保持不错的一个增长频率 除了美国之外呢 昨天巴西央行也降息 所以说因此呢 全球降息的一个大环境目前基本不变 那么货币对的交易 外汇交易呢 它本身呢是两个国家货币对的一个相对强弱 美元呢是一篮子指数 所以说呢 相比于美国欧洲呢 目前是非常强硬的一个鸽派 就是继续放水降准降息 印钱 那么这样的话 欧元呢继续一路下探 因此呢 大家如果是想要抄底非美货币的话 目前还是要谨慎一些 或者是小单尝试 不建议大单进入抄底 另外呢 我们今天晚上的网课呢 是由美女分析师Coco 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个讲解 时间呢 还是晚上的八点 希望大家有时间进行观看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